人间苦空无常, 远世人不分你我, 丙足安然脱迷, 众世尘度。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申子智库》第29集。 这集是一个逐集, 想跟大家讲一个主题是在这个25集我们讲过的, 就是在商业陷阱, 这个陷阱里面当然多了, 其实可以开一集, 两集, 我想都讲不完。 首先我们讲一下, 之前我们可以讲一下, 譬如说一般人在网上去找一盘商业, 他们很多时候要透过电邮, 电邮也很容易被派, 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没有用病毒, 直接是派的, 他可以派一个伺服, 那个伺服可能他本身是一个受害者, 他已经24时才派一个伺服, 伺服也会再派一些东西, 然后再进去你的办公室, 或者是你的家, 或者是你的手机, 那么方便, 又会派着钓着。 那不仅是电邮会这样, 大家不要想着你才会这样, 其实你想想一件事, 香港政府已经已经呼吁大家要小心提防黑客, 其实黑客已经是, 以前就说有价有价, 做黑客我们一想到就是要派入NASA, 美国联邦政府那些, 那些是道行很高的那些, 但现在不是了, 其实网上有很多人教你如何制造病毒, 教你如何派人家, 多不升数, 所谓道高一尺,摩高一丈, 大家如果用这个网络的, 或者什么的, 就需要小心, 有些电话是不应该透露的, 即使用这个网络的网络的网络, 你应该有几个电话是你自己, 是不给别人的, 或者是不会公开的, 那另外一些就是, 你预料是公开的, 预料是被人吃的, 那就由他吃的, 所以就会变成, 有些电话会, 所以有些客户都会跟我说, 为何打手机找不到我, 因为那些电话都不是我自己听, 有些是我的助手去听, 我自己有时候可能他们下班, 他们会扔下来给我, 那我就会, 就是下半场那些, 就可能我自己要帮助的电话, 这样, 那, ok, 早年有很多, 就是我说回上一集, 就是25集那时候, 就是说, 初初创业的时候, 很开心的, 就是跟一些, 跟一些行家, 一些朋友, 就是以前做, 我找过很多不同的行业, 就是, 例如说是这个, 做一些宝石的, 我们也做过, 另外, 甚至乎一些, 一些风水那些, 我也想说说, 风水里面, 其实我们有很多行家, 甚至乎我自己本人, 那些行家, 有人就是说, 叫他回大陆, 总之一回大陆, 都是麻烦的, 今天有很多人叫你回去, 去到那里, 就是一些天仙局, 又去到那里, 火不对版,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未必会收, 我不知道他们做法如何, 那些做法不同, 但是, 行规里面, 一般来说, 是先收钱的, 钱通常都不能退, 就是说一件事, 因为你的时间已经预复了, 就好像你去餐厅里, order了一些食物, 人家弄好了, 什么都ready了, 然后你自己说不吃, 那你叫人家怎样, 你不可能叫人家, 完全一个斗链都不收你, 然后把食物, 又不知, 留给下手, 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我们通常都是, 就是比较稳定的, 除非那个人是熟客, 熟客就没所谓, 就是熟客, 你知道, 是熟客, 就可能, 他或者先拿了一些物品, 或者是, 你先帮他做了一份工作, 然后才设计回他, 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 因为其实, 就算我们以前做了一个公司, 有些大客人, 有些名牌牌子, 就是我们去打到板, 很多时候, 他们欠我们, 整个公司, 可能是一个客人, 一个job, 可能是三四百万, 一直拖转, 拖转不走, 你作为很多pay partner, 或者我们老闆都不会去追, 因为他知道客人不会走, 他下次又有工作给你做, 基本上有很多东西都是, 不会去追, 也不会去抢, 而且有些客人, 可能他暂时走不到, 或者手头紧, 都不会去追他, 他有就给, 没有就不要给, 就不简单, 对吧? 也不会把物品, 譬如, 每一件东西, 就算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体验风水, 如果要放一些物品, 那些物品, 我们都可以说, 如果客人自己有, 他自己买, 如果他怕烦, 只要你帮他找买, 那你帮他找买, 那你帮他找买, 那这些, 很多时候我们, 有一件东西, 就是, 拿了出去的, 就不会再收回了, 很多时候, 不是说, 什么货衣出门, 绝不退换, 你会跟我说, 我说, 买衣服, 买东西, 不能货衣出门, 绝不退换, 就算是减价货品也好, 但有很多时候, 譬如风水物品, 我们很多时候, 就说, 给了一个货衣服, 我们就不会再拿回来, 给另一个货衣服用, 就不会这样用, 就是, 等于第三货, 有些东西就是, 就是, 逐些说一句, 中国人没有说, 有些东西, 很多时候, 就不会这样, 除非有些, 那些就不同了, 因为你都要剪开那件产品, 给客人看过, 那有些是, 我也有些客人, 他很喜欢找一些, 很古灵精怪的东西, 所以, 他就要我四处, 去沉迷一些东西, 好像沉寶那样, 我也是做这个, 譬如说, 一些古董的东西, 有很多时候, 这些东西都要看得很小心, 因为, 现在有很多古董, 仿真度是很高, 因为现在的科学很厉害, 很多东西都要靠不同的专家, 或者要做鑑证, 或者做不同的东西, 就是肉眼可以看到, 你一定要拿去做检验, 很多东西都要很小心, 而且, 检验的途中, 有几个人做的那件产品, 就是那个古董, 这些东西, 我试过一些佛道中人, 就是这里, Akim无意去批评佛教徒, 只不过就是说, 树大有枯枝, 怎样都会遇到一些佛教中人, 就告诉我, 曾经有一个很, 就是我遇过的, 通常他们都有一个助手, 有几个助手, 突然间我感觉到, 有些是类似香薰的味道, 我不知道它有什么方法, 可能会噴出来, 或者不知怎样, 我觉得是很香很香的, 非常香的, 然后, 我给我的单刀植入, 问它用哪种香薰, 他就给他造成了一个机会, 他就告诉我, 是, 那些助手就立刻说, 这个是师傅的看香, 看香味来的, 是什么, 什么鲜菇啊, 什么菇啊, 这种, 他身上会发出一种, 非常之, 有种各样的香味, 而这种香味, 就是来自天上的, 是鲜, 这些不用我多说, 大家都知道有什么事了, 好了, 那香薰, 他点香薰也好, 坦香也好, 怎样都好, 他点迷煙, 最怕他点迷煙, 被人打劫, 就是, 前几段时间有很多迷运党, 其实我觉得迷运党不够高兆, 我在这里不是假裂犯罪, 那些迷运党很多时候, 以前早那几年就说, 打一些, 譬如说, 一些麻醉, 或者是安眠, 或者令到你没什么知觉的东西, 打进那些纸包饮品里面, 或者是, 不要在那些饮品里面等人, 然后等谁, 可能迷入那些便利店里面, 然后等客人, 喝完那些东西出来, 再进去, 就抢光他了, 有些贴才贴色, 其实我觉得, 如果他真是狠气上来, 他甚至可以带别人去, 去到一个地方, 去吸迷迷煙, 亦都是, 早期, 早很多年前, 也有很多人去, 去玩一些叫, 游地獄, 其实都是点迷煙的, 大家都知道了, 点一下点一下, 大家产生幻觉, 那些幻觉, 当然, A和B的幻觉会不同, 所以大家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有些就, 可能他有些是, 就是有些, 迷煙里面有些成分, 会令到人吹鼓眼泪, 再加上他点很多香, 又做完那台电影, 做到气氛又这样, 你想想一样东西, 那些人一般来说, 去妙语, 或者烧很多东西, 那样, 你控制一点点, 不要说什么, 你会立即, 立即已经在眼里面, 或者口红, 想咳了, 那眼水, 你切洋葱都会, 老实说, 都一定要, 是眼濕濕的, 那其实这些就没得说, 那另外还有一些, 就是说, 譬如, 和某一些, 中资背景去合作那些, 有很多就说, 他会叫你, 就是, 你就是, 预先有同一个会, 斜上的关系, 不同的会, 介绍你, 让你曝光, 曝光多点, 知名度多点, 然后就说, 用那个会, 就是一个捐献的时间,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慷慨解来, 解囊, 这个时候, 又是捐钱, 有一班叫捐钱党, 他们一幕, 通常是一队, 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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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会计好桥乱, 好像一部戏, 然后, 问题就是, 多少人, 真正在团团中, 又有很多就是, 存销, 一些, 陈压式推销, 陈压式推销, 固然之是不合法的, 但他们很擅长, 就会做到一个, 就是买产品, 我賣產品不算合法 一個賣一個 我曾見到阿Kym在環球 其實我在樓下也遇到很多不同的 譬如說有很多是菲律賓籍的 他們也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而他們的產品裡有些是瘋得 你可以想一下 有些賣一件產品 一隻鑊可能已經達到百萬至十幾萬一隻 又告訴你便分回用 兩萬一隻給你 我覺得這些真是 沒有話可說 實在太瘋了 很多都是層出不窮 首先他不是非法勞工 可能他只不過是女用身份 第二就是他們又去做傳銷 做傳銷也不要緊 這件事我也知道 他可能受到感 或者有其他原因 我不管 但他們做的事 我知道中間有很多 真的有很多人在附近找職 他們會做一些 如果你們在這附近 大家有警告 比如說他們會找一群人 又去哪裏開餐 大家做到朋友 去到開餐的時候 可能十幾個人上去 去到私人的地方 去到那裏開餐 他們不是拿食物來讀你 只不過吃完那頓飯 去到那裏開餐的產品 不斷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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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那些產品好用 到最後就是每件產品 都歡迎使用卡路 每件都過十幾萬 你會問我一件事 為什麼現在的外勞 可以有這麼多錢 不是的 就好像等於 在中國也有很多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會裏 又不停地 有些就盜用國家的名字 去做很多外非左打的事 也有很多人去做不同的事 大家都明白這件事 結果整班人是林記 實際上客人真的買東西 可能只有一個或兩個 一般人 就如阿Kym 拍了很多集 他說過有些林記在旁邊 千萬不要說 說他也多人來買 他也買 他也去買 assen soort羊群心理 除了捐錢黨 叫做均銷斷斷斷斷項 有一些 It gives me a trip 的旅遊 旅遊我 según遇過一些 告訴大家wed witnessed 我曾有些 dni pratiker去義大利 我曾經je一年去意大利 我以前喜歡去旅遊 movements 現在你叫我去 你起來再邀請我去 我也不想去 太辛苦了 即使你說很好地去,我都覺得很辛苦,搭飛機就辛苦,我又喜歡,我又喜歡,我又喜歡那種人,那又怎樣呢? 你去到旅行,通家,首先說歐洲,譬如意大利,很多地方,譬如在利比亞,還有一些客人,有食人士 也有些就是在SERBIA,或者是塞爾維亞,一些是怎樣說,是在東歐走過去的 一些你可以叫他男人也好,有一些是流浪畫家也有,有一些層出不窮的,譬如法國,很多人有些流浪藝術家,流浪歌手,什麼都有的 他就丟了一個行李箱,讓你丟了錢,這些我覺得沒事的,當作是表演,你喜歡擺些錢,我就擺吧 你不喜歡擺就不要擺,沒有人逼你,別人先 另外有一些,我曾經見過一位我很欣賞的一位藝術家,音樂的 他就在外國真的學歷非常之高,我看他的音樂的情操也非常之高 但就不知為什麼,我們永遠都不要問為什麼,有時候有很多事情,每個人的際緣不同 就算,我不是說什麼,就算一個人是,譬如乞丐,我們說 以前可能真的有乞丐,現在就算有的,我想是集團式的,他背後有一個集團操縱 可能有些人是賭輸了錢,賺你錢,然後被人咬斷了腳,手手腳腳,然後就要在街上行剋 行剋完之後,他的錢就拿回去上繳 其實這些,你不要覺得是,這些好像我以前小時候,洗蚊仔那時候聽到拐子路 拐了一輩子,小朋友就虐待他,劏了手手腳腳,斬了他,然後逼他出來做黑衣,然後去黑錢 但是你不要想到這樣,今時今日都還有,我曾經試過在一些,尤其中環 見到很多,你會見到他們就是,有時候我們見到一個小時 因為我有一次是跟我教友,大家經過,行圈了幾個月 我只是在街上大家聊天,聊了半個小時,我已經留意到,其實很多 比如說,國內來的旅客,他們捐親都捐親都是五百元的,一千,兩張五百元 有些,每個大部分都捐三百,四百,很快的手,一捐完下去,他放了很小的小盒子 一放進小盒子之後,轉頭一滿了,又放了三袋,很快的手 其實我預計他的經驗上午,他又不是他在繁忙時間才出動 也都是食環的職業,未必在那時候出動 很多時候,你會見到他們,平均時薪都差不多約,起碼沒有五千也有 五、六千元是一定的,你可以看看現在 我亦都和大家分享過,巴士上有些人在做這些事情 街上也有人在做這些事情 我不是想問為何他們的人在做這些事情 但每個人背後也有些原因,原因是怎樣 我覺得就不是我們這一集的範圍裏面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在這裏 例如剛才的旅遊檔,旅遊那些是怎樣 通街都有很多塔羅牌玩的 有時我自己做多一行,有時是貪得意 又叫他看看他怎樣玩 看看外國式的塔羅和港式的塔羅有什麼分別 就值觀看,有些是通街是畫師 那些玩完塔羅,我記得有一個曾經馬上說 一起去吃東西,其實我覺得去旅行沒什麼所謂 就是風土人情,就算是吃東西,我也請你吃 沒什麼所謂 好了,之後就交換了一個卡片 即是交換了一個號碼,應該這樣說 後期或者是電郵,總之是聯絡方式 後期說了沒多久,我自己又回到英國了 沒多久就開始有很多E-mail、信件 最初可能大家好像不友那樣 即是一張Postcard,大家發來發去 慢慢慢慢就開始做了一件事,就告訴他 要問你借錢了,有些急事了 但是這些,還有他的數目都不小 他說到的數目是很大的 他說有些很嚴重的事,很大塊錢 大家就要小心,尤其是現在你看到新聞 有很多專業的人士,我都不明白 其實有很多很專業的人士 但他們都會躲進這些陷阱裡 就會說不停泡,不停泡,不停泡,不停泡 那些錢下去,結果就換了幾百萬也好 或者再多一點也好 當然,有些當適合了錢就算了 明智補身,不停止了他 那就不緊,也免得報了 因為報完都未必抓到他 第二件事就是,讓人知道自己這麼蠢 這麼傻,撞了圈套 他們覺得面子的問題 很多時候都不會去舉報 就算了,不見了就算了 也有的 這裡都是,大家如果去旅行都要小心 我試過去俄羅斯 有些人會假裝婆婆 有些公公婆婆拿著很多水果 然後就不停泡下去了 然後他會好心在那裡 或者是火車站 或者是在不同的地方 在街上 如果你好心就想幫他撿撿撿撿 就會出事了 所以有些情況就不好 尤其是現在歐洲就比較亂 尤其是他的經濟不太好 他就會向你們的華人打注意 我不是說他們不好 千萬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 我不是一枝光,一枝光就打在船裡 但只不過叫大家警告 除了這些旅遊的事情要小心之外 還有一些古董那些也是 很多事情都很逼真 還要做到一件事就是 有很多人拍賣行 現在拍賣也有很多問題 我知道 有很多網上拍賣 有些拍賣曾經跟我說過 就是隨便拍賣 然後賣的東西都不是真的 我聽完就很吞耳 我覺得 你明知道在拍賣 還會在拍賣 真的有很多層出不窮 聽到無數次 亦都有一些 就是中環 穿到新光鏡靚的 就會去問一些 一些婦孺 就很不問她 就說不夠錢坐車 但他們這次問的 就不是說幾十元那些 一問就說住得很遠 住到可能過大海的 或者是哪裡 急事的 找不到 有些照片卡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又不見了錢包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是 根據阿Kym所知道的 其實早十幾十年前 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 香港的警署其實挺好的 十幾十年前 我也是聽回來了 這件事 就是說 如果有人跌了錢包 就可以在問那裏 可以借少許錢 坐車回家 或者你未吃飯 你肚餓 那你去吃飯 然後才回家 那他有少許錢 給你們 預料借給你們 但是借了給你們 那你們就 預期你們還 但是 有沒有人真的還 或者想不想追 這件事我不知道 但我很相信 一件事 就是如果一個人 是跌了錢包 或沒有錢回家 這件事是不成功的 為什麼呢 他有少許錢 可以借錢給你回家 又或者要送 又或者是你可以用 他的打電話 找別人接收你 或者怎樣 所以絕對 不會有人說 我跌了錢包 還要趕著去過大海 怎麼可以過呢 你們身分證應該沒有 是不是 我真的不明白 原因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發生 我知道 因為有一天我媽媽 就來了我辦公室 你幫我忙的 那他就告訴我 那他就告訴我 樓下有衛爾先生 就是 就是 穿到新光頸漂亮 就說到有些困難 就問他 他本來我也想給的 但是我就立刻 覺得是 我一聽完 我已經知道有什麼事了 就是說真的 那我好相信 如果一個人 可以繼續這樣 一路在這裏 通常他都 比如在Landmark 一些 就是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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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牌附近 那 我不知道 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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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兄 還會不會是獨 但是 我知道 如果他不停這樣 可以這樣 應該就是 都是 有這個 市場 大家小心一點 另外 創業 還有一些 有些 你們要特別留意 例如 有些人 喜歡買一些東西 他們會租用一些假的 一些假的 就是那些 巨公仔假 給你們 他幫你收賣錢 賣賣東西 這些 租了又不知道收多少錢 但是大家要小心這件事 就是因為 他很多時候給了錢之後 你賣的貨品 賣出的量 未必可以遮蓋到你們的賣賣 那 除此之外 就是 現在 就是 每一件事都盡量問多 問清楚 問清楚 一點 因為不怕煩 情願問多一點 那我覺得 有很多東西 貴不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 那些服務很貴 那我就用少些 或者我就著去用 那我覺得 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 就是說 你不要我用一半 你臨時再加我假 那種 臨時做什麼 所以現在變了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 用合約去綁住的 就是 阿Kym也曾經試過為拍片 那拍片 我只是想著 他既然這麼有心幫我拍 那很多想法都是我自己想的 然後 他就 未見我同意 就拿了我的片 就做其他事情 做advertising也好 做什麼都好 那這件事我覺得 都挺難接受的 就是 你預先沒有跟我通知 還有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當我付錢 去找人做一件事 那時候 我才是那個 是那個 copy rights owner 就是 如果 大家如果以前 有做開工廠的 大家知道 譬如你 回一份工 老闆叫你去發明一套 新的電話 或者一套 全新設計一套 新型的電話 或者一套風扇 或者什麼 那個版權是歸公司的 是公司 給錢 找你去design OK 也不會跟那個 OEM ODM 你不可能 就說你設計完 那件事 你就拿了一個圖籍 拿了一個specification 當然你一定簽了很多 contract 一定簽了很多 non-disclosed agreement 簽了很多東西 但你不可能 就拿了那件事 就當自己的版權 那這件事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導致到我 我這個新知智庫 以及我將來拍所有的東西 甚至我之前 較早時拍的東西 都是由我自己製造塞裏面所做的 就是我不會引用外面 有些就是 我不知道他為何 跟我拍完一條片 然後就一直這樣 拿著一些片 就倒到 一件事都是他們構成 全部的idea 都是我的 所以我很不喜歡這件事 而最後還要我簽一張 就是我給他的使用權 其實是基於人情 不是因為基於道理 但是我沒有想過就是 我這一點點人情 就被人家利用了 那變相就是現在我很多東西 我都用回自己的製作室 那 Kim也會有製作室的 就會在 就是遲些都會開的了 那可能下次呢 以後我們做一些 就是拍攝一些東西 就會 就是 在製作室裏製作 那些片 那 因為這裡始終是我的辦公室 那我就想做一些辦公室做的事情 那我就不想把這些 我寧願 可能走遠一點 就是我回去 我可能會 會有幾個工作室的 會有不同的地方 因為可能的業務會擴充 那所以現在做到的事情 就會 遲些就可能會多了範疇 那 做的事情都可能 就是左騰右騰的 可能 就 中環我有自己的辦公室 要做事 那 那 除此之外 有些地方我是一個 製作室來的 是工作室來的 那我專門做拍攝工作的 那另外 我自己也會有另外一間辦公室 就是做一些其他的工作的 那這些暫時 我想遲些會和大家透露 那 和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那 那 錢 我想先做些什麼呢 那 還有 說起做捐錢的事情 我還想和大家 分享一些心得 我發覺現在香港和 早年在英國都有這些情況出現 做家族會敲門就叫你捐錢 但他們永遠都不說那個機構 有的就是 一天就避開機構 那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機構 那它沒有 它沒有 它沒有 作惡的機構 那 有些人就給你一張卡片 甚至那張卡片也有問題 那 那 很多人就聰明到 連卡片也不給你了 你更加是 charge它不入 那 他們做到一件事 很多時候 家族會去敲門 就可能買一些 鑰匙扣 買一些東西 你不要小看那個鑰匙扣 那個鑰匙扣 隨時20磅一個 那 就是說 這個線市 那你就多買幾個了 那 在香港我也都發現了有很多人 就是說是龍蟻人士 我相信早期都有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政府有沒有什麼特別去管理他們 那 但是我相信就是每一個機構 如果他做出去 就是周圍去籌款的話 他一定一定會告訴你 他的機構是什麼 還有他的機構應該是有個 就是有個號碼的 還有應該有個機構的背景 就是 政府是確認的 因為如果不是 很簡單 你就算是捐錢 有一部分的人 他出於善心 他真的很願意這樣去幫人 他真的去捐錢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覺得 既然我是要捐錢的 我用公司名譽 或者用個人名譽 我就希望有個 Tax deducted 就可能有個 就是可以扣稅 於是 所有這些團體 他們都要在這個稅務局 那裏就申請這個 是免稅的 可以Tax deducted 還有 一件事可以在街頭母捐 賣旗 這些全部都是需要申請的 但是當然 初期的申請就比較容易 現在就可能收緊了 但是 現在我們見到 有很多人 就不用 賣其籌款 他們拿了一張卡 告訴你 他是龍蟻人 然後就揹著一大堆 公仔 問你買不買 就不停扯著你買 其實我相信 如果是真的 他應該有 他的機構名稱 在這裏 但他連機構名稱都不說 有時候不是說 捐和不捐 而是 你都要知道 你是捐了給哪個機構 你每天都會見到 同一個人 在同一個地方出現 但他永遠都不告訴你 那個機構 因為他龍蟻人士 然後 他於是就自己 給你一張卡 那張卡 就告訴你 是捐的 是慈善機構的 但什麼都沒有說 然後告訴你 買了公仔 可能50元 或者100元 就叫你捐了 另外還有 我也發現 譬如中環是特別多 這些陷阱 早了幾陣子 其實我看到蘋果 也有去做一些事情 譬如說 在一些佐敦附近 也有很多外籍人士 就是說 沒有機票 錢包被人偷了 然後中環 又翻譯 放在地上 叫你們捐宴 這樣 但是捐夠 兩三個小時 法朗時間 然後就可能 為何我用賺這個字 大家可以反思一下 他收夠一定的銀碼 他就走去 當然有人跟蹤 可能報館裏面 有些狗仔隊 跟著 跟著 就發覺他很快 就走到酒吧裏面 去喝酒 然後就去 約了女朋友 一起出去 大魚大肉 那 在 中環特別多 因為我覺得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裡 那些人出手很寬闊 很多時候 每個人都說 不見了銀包 不見了什麼 但事實上 就算他外地的人 即使你通知 香港沒有大使館 只是領事館 就算你要找領事館 沒錯 領事館是不好 不會幫你出幾票 不會幫你 任何東西的 即使他的護照 不見了 又好 但我很相信 他們會想其他方法 會幫他 例如一些機構 或者是 可能女法局 我不知道女法局 會不會有這些 但我很相信 如果當有這些情況發生 當然政府不會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 停走 但如果在某一個情況下 有些情況 就算那個人不是犯了事 或者他發覺已經是 跟進來的條件 有些距離 例如他又走進來 他進來 本土打算是遊客 但他結果進來 就不是做過遊客 就做了一位職業的行客 我覺得這件事 已經違反了他的逗留條件 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多時候政府也可以 因為政府和民航署簽很多 那些航空公司 在必要的時間 那些航空公司 他們要提出一些免費的機票 那些機票 就是被這些人去遞街出境 那不一定他犯了事 只是有些情況下 他是違反了 例如違反大陸留條件 或者是非法居留 或者怎樣 第一件事 就算那個人沒有錢也好 政府立即會做一份東西 那些人會迫那個人去到航空公司 就會抵街他出境 送他走 所以他根本上 就不需要在那裡籌幾票 所以我覺得 很多事情是 大家想清楚一點 就會覺得是有些問題的 但很多時候我明白 現在的社會是很煩惱 很多人不會想太多 但是 有時候我們去幫人 都要看清楚些 有很多時候 我自己都會發覺 有時候去幫人 可能 有些事情 你一開始 你未必想太多 因為你只是想著 出於善心 你不會想太多 你覺得他沒有必要去騙那些 但是 當你 越問得多 越幫得多 越做到他一定的被捕 你就會發覺 很多疑問 很多問題都出來了 當那些疑問出來了的時候 你就知道自己 原來又上了檔 所以 不過anyway 我覺得有時候 好像 我前幾天去了一間書局 買了一本聖經 那位店員 就跟我說了一件事 他就說 這裡可以捨得你的名字 萬一掉了 有人收到便會送給你 加回給你 我通常人收到 都是自己拿去買的 然後 他跟我說了一句 很煩心思的問題 他就說 如果他收到的 既然這麼想擁有那本聖經 又不捨得買 或者沒有錢去買 那就算了 當捐給他那一塊 這就是我今天想說的 如果大家真的覺得 在某些情況下 大家已經上了檔 曾經是的 千萬不要埋怨 就算了 我覺得當是一個 chapter 給自己一個好的教訓 即使不是一個教訓的 就去繞選人 就是希望用自己的一個 就是 我很相信我們 有時做的事的善心 其實不是去 令到去鼓勵別人繼續犯罪 而是 很多時候 就是出這件事 去令到別人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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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一個改變 我覺得 我知道有很多人 譬如我以前小時候讀書 我記得我老師教我們一件事 就是說 你們除了要捐錢之外 如果你沒有錢捐的 就是將Lunch Hour那頓飯 就不要吃得太豐富 或者兩個同學 吃一盒 share一盒飯盒 或者是 那頓你不覺得肚餓的 就不吃 或者吃得輕涼一點 剩下的錢 就是儲了它 就捐了它 給有壞的人 那 可能 你會覺得 原來自己被人騙的 騙了餐 就是 儲了很多餐飯 原來 就捐了一些 是不應該去捐 或者根本上是沒有必要的去捐的 或者它根本上 它用 就算它是一個慈善團體 但是它裡面那個 它裡面的分析用得 真的很不恰當 那又怎樣 所以我自己覺得 有一件事就是 有些事情我們自己做了 就算了 都不需要再 再做些什麼 我覺得就算 你明知道那個人在通街 不知道行騙也好 或者怎樣也好 我覺得沒有必要去做 一些事情去投訴 或者做什麼 因為我很相信一件事 就是說去到某個時間 那個人自己就會 神就會令到他 停止他在做的事情 還有到時可能 環境也不容許他去做 這樣做 而且再加上 很多情況 我相信 如果他真的有需要的話 我相信你幫了他那一刻 他將來有機會 就會將那道力量 去調轉玫瑰於這個社會 那這集我就不想說到太過負面了 我想真的給大家一些正能量 就覺得一件事就是 有時候一些商業上的陷阱裡面 其實很多人自己跌落陷阱 有些人會呼籲其他人 不要去避受騙 有些人可能去騙人 有一天他會改變他的初衷 會變成一個行善的人 那如果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可以去改變一個人 就是好像聖經裡面所說的 一個收數的人 你可以令到他變成一個教徒 周圍去幫別人的 或者是全教徒的 我相信你被他騙的 都是騙的值得的 那今集就講到這麼多事了 希望不會太悶了 拜拜 阿姨